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开心果树节目 我是美玲 我们翻开经典论述中看到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是我们民族文明 风俗精神的总称 传统文化从来就讲究 敬神礼佛 人必须敬神祭天 与神沟通 修德以顺天意 求其护佑福责 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 对所有的人而言 神无处不在 就是说三尺头上有神灵 中国人都相信天理良心 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 老天有眼看得见 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 神用永恒的天理 衡量人间的一切 这种不变的天理 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 基本道德价值观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北顶娘念庙的故事 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北京寺庙众多 城内庙宇多为香火之地 城外庙宇多为游春庙室的场所 北京城郊共有五顶 以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 供奉着不同的娘娘 北顶娘娘庙位于朝阳区大屯的北顶村 北林水立方 东林鸟巢 北顶娘娘庙因为是从泰山之顶移过来的 故得此名 这是明代皇家赤剑的庙宇 曾在清乾隆年间整修过 但在1976年 后殿因受唐山地震影响而坍塌 随后被改建成北顶小学 尽管这样 娘娘庙一直香火不断 好歹正殿一直是娘娘的居身之地呀 神的是 从厚殿小学里还能毕业出来不少牛人 老一辈北京人 尤其住这附近的 没几个不知道在这座娘娘庙许愿特别灵验的 危机来临 在2004年奥运鸟巢建设规划中 北顶娘娘庙被画进必须拆除的古建筑 据说在鸟巢最初的设计方案中 它四周建筑物必须全部拆迁搬离 然后用现代化建筑取而代之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娘娘庙不但没拆掉 反而成了北京建筑改造史上真正的第一个钉子户 不仅如此 奥运前的2007年 娘娘庙还成为北京市被保护的历史文物 为啥? 你还别不信 神展示了威严的正式力量 说起娘娘庙展现的神的警示 其实早在文化革命期间就发生过多次了 那时候 红卫兵到处破四旧 打砸抢 娘娘庙香火好 自然被很多人盯上 之所以娘娘庙能遗留至今 因为当时就有神体的事情发生 不少住在附近的老人都知道 那会儿有一两个人 打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旗号 带着一群必套红卫兵秀章的小年轻 往庙里闯 但是就是进不去 最后竟然是砸了门 硬闯进去 向进去的人更是一通乱砸 结果不知道哪里 窜出来一条蛇把他咬了 那人当时就昏死过去 可据说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看见 蛇是怎么咬的他 这是领头的人时候说的 这拨人吓得带着昏死过去的人 赶快跑了 但当晚所有人都梦见被蛇追赶 而且是连着一个礼拜 都没法正常睡觉 最严重的是 那个被咬的人腿废掉了 更惊悚的是 鸟巢工程施工期间 水利坊国家游泳中心基建工程开工 拆庙也随着开始了 2004年8月27号下午3点钟 当几个工人刚刚拆掉北顶娘娘庙 两扇庙门之后 鸟巢附近突然刮来一阵罕见的龙卷风 据北京记事报道 一股旋转的黑色封柱 在半空中卷了整个水利坊工地 封柱有七八米高 三四米粗 旋风夹着黄沙 把工地围栏的铁皮卷起十几米高 把刚刚建好可抗七级锋利的临时建筑物 几乎全部摧毁 几十米高的不锈钢铁杆 被硬生生地折断 建筑用的铁架倒下来 砸坏是多辆汽车 整个建设工地一片狼藉 现场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工地上是有摄像机拍摄的 从后来流传出的视频看 铁皮房直接都被吹飞 一座工人宿舍直接被以为平地 一栋办公楼的屋顶被掀翻 这场怪风在施工现场 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 三栋临时设施瞬间坍塌 工人们被压在房内 当即就有44名工人受伤 两人死亡 尽管狂飙将整个体育场建设工地移平 但位于龙卷风袭击区内的北顶娘娘庙却完好无损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 也感到害怕 所有人都开始犯嘀咕 有很多工程地盘上的工人 害怕冒犯了神仙赶紧离开了 水立方工地不干了 不过拆迁工作似乎还在继续 但到了第二天 一个更离奇的消息从水立方传来 在水立方的施工现场 挖掘到一个巨大的洞穴 几名工人好奇地悄悄往里面探了探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活蛇 大家都吓到了 施工也立刻停止了 就在停工的这一天晚上 鸟巢和水立方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 大家在停电时 眺望远方发现北顶娘娘庙里 却灯火通明 如同万盏电灯放光 就像佛光那样四散 照亮很大一块区域 但实际情况是 娘娘庙那儿根本没有电灯 说回那股奇怪的风 后来专家认为 这是陆地上非常罕见的陈卷风所为 数百年也未必出现一次 陈卷风是指近地面气层中产生的一种尺度很小的旋风 它可以把尘土和一些细小的物体卷扬到空中 形成一个陈柱 有时很强烈的陈卷风还是可以带来较小的灾害 据称在北京的气象资料中没有大陈卷风的记载 显然把这次如此巨大威猛的龙卷风解释为陈卷风也实在牵强 于是总工程师只好连夜召集大家开会研究 又根据风水专家建议 最后没办法 当局在北京拆迁史上首次告饶了 因为这次发生的各种灵异事件 真让人相信是撞上神明了 直到这么厉害 最后只好放弃了拆迁 未必灾祸 当局决定保留这座具有文物价值的明朝娘娘庙 并拨款重新修复 为此水丽方在原规化的基础上 被迫向北移动了100米 对原来坚持要拆迁的北顶娘娘庙 当局只好自己下台阶 对外宣称 最终保留娘娘庙是奥运文物保护的举措 完后还专门邀请海外记者去参观 其实是想稀释宁人 害怕神灵再次发威惩罚下来 虽然后来奥运的施工比较顺利了些 但还是比原来预算多耗费了不少财力和物力 就是说 大家现在看到的奥运鸟巢和水丽方 这两座体育场馆 并不是建在最初方案决定的地方 而是在神的冥冥指令下 向北移动了100多米 在我们看来 这起码表明了北顶娘娘庙的神灵 对建设浩大喜宫式的奥运大工程的反对态度 而坚决要做钉子户 捍卫北京的风水脉络 历史成传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故事呢 旨在提醒逐渐远离了静神礼佛的人们 和无神论者要知道 人是必须要静神祭天 与神沟通 修得以神天意 求其护佑福责 这是中华民族 反本归真 应有的信仰态度和生活方式 千万不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 越陷越深 离神渐行渐远啊 我是美玲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